畏 jeans 因為喜歡籃球 galicia 就是有種競爭的感覺 我小時候的蠟燈 我做蠟燈球可以爭旁 然後大足大客可以打出興趣 然後就這樣一直打打打打打殺人 就是小時候 爸爸會帶我回去球場 那時候就是一直看然後覺得很帥 應該就是 輸球吧 就是整個團隊其實都會 就會被壓下 國小練完那時候以為籃球很簡單 就是以為想要打得好很簡單 可是上過中之後發現 身材不能啊 就是你挺難要練得特別好 然後又住在外面會想家 就是那種身體跟心理都是很練 沒有想要做那麼容易 體能的部分很 很超 那時候對話適應就是體能 跟左手上來 其實 到國中那個階段的時候 我每一天都很想放棄 因為那時候特別愛 然後是國中的教練 還有隊友已經在支持 還有家人也都在支持 所以讓我繼續走下去 我會想啊 那些對我有希望的人 我想讓他們看到我是有在成長的 會比賽有更好的保險 因為你不會想到 你很適合練習 結果比賽都會練 聽命練啊 就人家練球的時間 人家練球的時間我也練 然後人家休息的時間 我也自己跑去練一些動作 所以我會投籃 喜歡籃球就不要放棄他 我們暑假見 就是保持一個 積極學習的時代 因為現在很多人都在打籃球 然後只有花更多的時間 自己去自己去練 然後才有可能可以 做到自己在做事 然後 比較攀丸 然後早點睡 如果是真的 真的喜歡 就去做 其實也不用管 結果其實沒有太重要 過程 你付出了多少 真的有權力去做之後 忽然去扣 自己都會很開心 就自己的練習 當然是不會少的 就是自己自主訓練啊 自己運球 然後找人幫你練習 然後像剛才說的 多看比賽 然後多跟教練去多問 前鋒必備的話 可能就是過人的技巧 跟一些無球的好動 每次的動作都盡量要固定 就是不要留下 手腕的那些什麼 就是 多練習 手腕固定的那種 好 就是 膝蓋上爬 就是 有空檔的話 就 勇敢的出手 因為 你是射手 你都不出手的話 這樣你打射手就可以了 所以 就是先教他們 膝蓋上去幫我們建立一下 就是 勇於出手這樣 會不會需要 很多 或是球技上的 我先跟他們講 都會需要的一些特質 然後 再加上一些 基本動作 運球啊 傳球 多跟隊友溝通跟磨合 因為 你一定要用時間 你才能 養好跟隊友的勇氣 就是 你 你天分再好也不可能 跟第一次就搭配了隊友 就是 勇氣好到哪裡去 所以 你一定要多跟隊友去溝通 然後 然後 可能問他 你比較喜歡接哪一種拳 然後 你自己也會觀察 久了 你自己也會觀察 他喜歡在什麼位置接球 哪個位置比較主 因為 你後衛是 常常的指揮官 所以你需要把隊友都串聯在一起 這樣才能把他打出一場 一場 後衛 很需要鐵分 可是後衛也是 其他 五個位置裡面 最好用 努力來 立補的位置 剛剛自己講的有點不好意思啦 可是你說 放球要先穩吧 因為 你 在籃牆 命中力會先 做第一優勢挑戰 腳步一定會教 然後 跟 就是先教 勾射 然後 一些 踩腳步的 不一樣勾射 然後再 教一些 單打動作 還有一些 到HIPO的側翼的一些 動作 或是 你可以再加 再加一些 就是 HIPO和LOPO的一些配備 一些東西 經過了這麼久的時間 從我們 當初也 成功的開發出這個幼兒的課程 那也有不錯的成果啦 因為 主大體育系以前 在幼兒體驗這一塊 有很好的表現 那 就剛好 把這個 課程呢 融進這個 籃球的教學裡面 那 所以在幼兒的這一塊呢 也有不錯的成果 主要就是在 課程的內容啦 然後 教練啊 課程啊 等等這些管理上呢 是在整個 訓練營當中 做的最好的部分 我想 這個主要就是在 推載籃球運動啦 那 我們也碰到很多 這些 訓練營的小朋友 現在都 都當爸爸媽媽了 回頭還會帶著他們的小朋友 因為過去他有 有很好的這些經驗 那所以呢 就帶著他們的孩子 再回頭來參加 支付廳的訓練營 這種 其實 為數也還是很不少 那這個其實對訓練營的本身 來講的是 是很好 很搭配的鼓勵